欢迎收看美食不打烊 大家好,我是杨阳 今天用鸡蛋和豆腐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在盆里打4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 然后放一块豆腐 用铲子将豆腐捣碎 让鸡蛋和豆腐充分融合 加一勺盐增加底味 盘子上面倒一点油 把豆腐放在盘子里摊平 放入蒸锅中 开小火蒸10分钟左右 这样加鸡蛋蒸出来的豆腐会更松软 准备一点蒜末 青红尖椒切碎用来配色 再调一点料汁可以减少炒的时间 一勺黄豆酱 一勺蚝油 少许生抽 老抽调色 加一勺白糖 中和一下咸味 加一勺玉米淀粉 可以让汤汁越煮越浓 最后加水搅拌均匀备用 10分钟后打开锅盖关火 等待热气散去后 把豆腐端出来放凉 放凉后用铲子铲出 切成小块备用 开小火把锅烧热 倒入少量的油 油烧热后倒入料头炒香 炒出蒜香味 倒入调好的料汁 还可以适量的加一点水 把汤汁熬着淋口 倒入豆腐块 翻炒几下让豆腐入味 即可出锅装盘 欢迎点评